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投资有待时间 刚才跟大家分析过的事况 以及这些就业数据之后 回来讲讲讲其他话题 就是美国的苹果公司 刚刚发布了最新的新产品 包括了一个全新系列的 iPod的音乐播放器 还有就是Apple TV 可以来看电视、电视、电视剧等等 其实有些分析出来看 这些产品出来都不错 相信今年苹果圣诞节的销售情况都会OK 带动股价今年底之前 有机会去到350元水平 甚至有些人说到 在2015年之前 苹果有机会去到1000元的价位 其实苹果方面 大家都很关注这间公司 也很喜欢他们的产品 但350元这个位置你自己怎样看呢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等于很多年多年前 苹果未到200多元的时候 都说有没有搞错到200元 又到了 现在差不多说近300元的水平 我觉得350元这个机会一定是存在的 不过最近很热 苹果一路一浪至不浪出新产品 自从几个星期前出了iPhone第四代 现在开始出了Apple TV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令到很多苹果迷非常之疯狂的 其实这个Apple TV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讲讲 因为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类似的产品 其实那个Apple TV的运作原理就是说 你有一个盒子可以铺着一个电视机 你可以透过这个Internet WiFi 可以上网租到一些HD的荷里活的电影 以及一些电视剧可以看到 直接就可以在你的电视里看到 又不需要开电路 似乎都是挺方便的 但是苹果这个电视的产品 一直以来都不是最受欢迎的产品 不过出来刚刚新发布的Apple TV 那个硬件的价钱是便宜了 每一套租的电影价钱也是便宜了 而产品的大小也是小了 差不多小了四分之一 变了其实吸引力真的大增 会不会说苹果有机会藉着这个产品 开拓多一个新的市场呢 这个绝对是有机会的 你看看苹果出的这两个产品 就是iPod和苹果电视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 你想想现在呢 现在就是九月了 再过了两个月 就是那个叫做金银節假期 美国的金银節假期 接着就去到那个叫做Christmas聖诞 通常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会买这些礼物 送给亲友的 你知道买礼物来说 你又不想买得太便宜 又不想买得太贵 如果你的价钱大约九十多百元的时候 这个价钱是非常适中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既然没有其他好的选择 不如买个iPod给女朋友 给太太 给子女 所以在这个价钱方面来说 苹果是做到一个很吸引 这个当然是一个 Marketing里面的手法 至于它那个作业系统的话 都是用回现在最新一代的 叫做OS 就是作业第四代 第四代的系统 越多人用这个作业系统的时候 令到苹果的产品 就越在市场里面 就是那个地位 Market share 太多 所以整体来说 除了这个 是一个令到 苹果本身 赚多钱之外 都是一个策略性的计划 还有看回现在苹果的一些对手 譬如好像Google 或者在卖音乐CD上面的 譬如好像Amazon等等 譬如如果Apple 有这个苹果电视的时候 再加上用的人多了 或者租戏的人又多了的时候 直接对Amazon的业绩 或者盈利或者销售 都是有直接的影响 当然是的 不过我永远都觉得市场有竞争 是好过没有竞争的 有竞争就会将价钱减低 还有产品会来越新 刚刚你见到Amazon 或者Google 都将它的产品的价钱 就减低了 这个就因为可能知道Apple 所以是好的 有竞争 我相信 特别这个苹果电视 其实很多服务 暂时来说 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欧洲 但是未来 亦都要拓展到全球27个国家 变成吸水的洞路又多些 如果你比起Amazon 或者其他主要集中在北美洲的公司来说 这个影响我觉得都挺大 大家可以留意着 苹果的发展 还有究竟年底前 会不会去到350元 都拭目以待 是的 不过我觉得 補出一句 其实有些朋友买股票 纯粹买股票的价格 本身 三百多元都挺贵 一股 你买一百股都不便宜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认识多些投资的项目 让你将来 如果真的想买一百股的时候 不用付那么多钱 不如这样 刚刚下星期 我们又讲一下期权这件事 又可以 不用整天讲一下股票 没问题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要到星期二 长期末隔期回来之后 才有财经360 再跟大家见面 再见 by bwd6